那么前面二十五节 说到信仰上进步和喜乐 那是对神的问题 我们应做使徒们的供应 应做祂的开启 当然祂若是在我们中间 给我们这样的开启跟供应 我们更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 在神面前有长进 有进步 也自然这个就带来对主的享受 而叫我们喜乐 那这一件事是在神面前 刚刚说与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 同婚一起努力 是在人面前 人跟前 无论是在神面前 是人跟前 这个信仰是一个东西的 前面的信仰就是后面的福音信仰 两个是说了一件事 那二十八节说 凡事不为敌人所经贺 这是证明他们灭亡 你们得救 而且这样的证明 乃是从神而来的 当我们在这里往前努力的时候 这个人就用各样的事 凡事要来恐吓我们 要来为难我们 但是我们不能够被他们所经贺 凡事不为敌人所经贺 我觉得这一句话 对我们今天还是有效力的 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 既是主的在这个时代里 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反应 为要执行他的经论 你就不要想说 我们过的日子都是平静的 因为仇敌一定是不甘心 用各种的方式来为难我们 逼迫我们 甚至恐吓我们 我们中间一面说感谢神 我们在华语的一面 好像不是太觉得这样的一种的情形 但是特别在英语中间 弟兄姊妹都知道 从1970年代开始 在美国甚至在别处 兴起一些的难处 就是不是世界的 还是基督教的 给我们的难处相当的大 相当的多 那么这种的观景 经过前面的弟兄们 多年在神面前 实在是努力 实在是靠着神的恩典 在那里征战 的确是胜过了那种的观景 所以你知道在1980年代 有一些输送的事 因为人就把我们 列在邪教的里面 他们出的书 把我们中间所看见的神人这样的一个真理 他说这一个是异端 那么经过好长的时间的努力 把这件事情澄清了 但是现在慢慢慢慢这一种情形 又看到仇敌有一些的工作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 你们知道不知道 前一阵我们都收到英语的 英文的这个通知 告诉我们 特别这一年多以来 第一在这个晚进晚路那里 有一些的人专门就攻击我们 说到我们是邪教 说到我们的所幸的是异端 并且把我们所有的 这个无论是知识战出的书 还是我们中间的广播 还是现在我们推动的 恢复本圣经 Bible for America 还有Emana这些东西啊 他们就忽悦 这个英文的读者要排斥这个东西 拒绝这个东西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啊 不关是这样 并且在各校园尽量散步 这一种的说法 那我听说最近 还有人出了一本百科全书 这个百科全书就是说到 新宗教说到邪教里面 也把我们列在其中 这是很可怕的事 我想我们所遭遇的 也就是当日保罗在那里所遭遇的 所以有一些弟兄们现在 他们接受负担 在那里在这个文字上 在各种的预备上 在广播上 都在这里要针对这些事啊 有所努力 我们实在要为那个祷告 他们英文的读者 英语的人是面临的这种的情形 我们华语虽然不感觉这样的迫切 但是实在是我们在一条船上 对不对呢 所以在这里保罗说 凡事不为敌人所经合 这个经合 就是这个经合的本身啊 就是证明他们灭亡 也证明我们得救 他说这个证明是从神来的 这个说法是很特别 所以一种是他这里的灭亡 那怎么知道他是灭亡的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得救的呢 而就是在这里 有一般的人起来 来经合 来逼迫 主这个纯正的福音 那个传扬 他们的逼迫 他们的为难 他们的经合 就说出啊 他们在这个福音上 是无分无关的 并且站在相对的地位上 那我们呢 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得救的呢 我们就在这许多事 许多为难里面 我们不被他们经合 我们还是站立得住 我们还是在这里努力 与这个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 这件事就证明 是我们是得救的 那这个证明 它是从神来的 如果不是神 给我们这些啊 我们不会能够在这一种难处里面 我们不被经合 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这件事啊 他说 有神 乃是出于神的证明 那么末了 二十九节 二十三十节 说因为 你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蒙恩 我们蒙这个恩 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我们蒙恩了 这个蒙恩呢 他说不仅是 不但是得以信入他 信入他是蒙恩 他说还要 也得以为他受苦 这一个也是蒙恩 保罗这里就把我们信入他 和为他受苦 两件事同列做一个蒙恩的事 我们能够 因着基督的缘故啊 我们蒙恩 这个蒙恩就叫我们能够信入基督 这个蒙恩也叫我们能够 能够为他来受苦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知道今天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有这样的认识 说感谢赞美主 我能够信入他 我实在是蒙恩的 他不但是这样 我能够为他受苦 我实在是蒙恩的 我想我们不一定 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有这种的情形 如果我们去传福音 如果我们为主赞助 受了人的辱骂 受了人的拒绝 受了人的闭门根 我们能不能在那里 很快乐 很喜乐 主动们一样 说他们能够为这个民 在那里受苦 这是一个蒙恩 保罗就是有这个 看见 那弟兄姊妹 我请问大家 我们为主受苦 是不是一个蒙恩 的确是一个蒙恩 你不要以为 主叫我们 带我们进到苦难里面 是你带我们 在主来看 实在是 是叫我们蒙恩 真是感谢神 当主在地上 经过这个年日的时候 他叫我们 能够与他一同受苦 这实在是一件 蒙恩的事 所以保罗说 这就是你们 在我身上 从前所看见 现在所听见 同样的真仗 有真仗 有受苦 但是就在 真仗和受苦里面 我们蒙到恩典 这是保罗对于 菲利比圣徒 没了的那个劝勉 在这一章 没了的劝勉里面 我们实在看到 无论保罗个人 还是菲利比圣徒们 他们都有一种气氛 都有一种的观景 都有一种的灵 他们并不是 接受了主耶稣 到他们的生活里 生命里 到他们的环境里 他们就说 我就是要 我还是瞒我自己的事 还是为着我自己的 需要和幸福 在那里打拼 那我来不及的时候 我祷告主来眷顾我们 不是这样 当时的圣徒们 每一个接受主的人 都要准备 为主受苦 都要准备 甚至为主的缘故 信道了 但是就在这种观景 他们因为看见这位基督 是这样的活 这样的真 这样的大 他们真是勇往之前 丝毫不惧怕 也没有被敌人所惊合 这种的观景 就是福音的信仰 在他们的身上 怎样显出 那个能力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一方面 我们实在是觉得很惭愧 在主的恢复里 我们需要 在这一点上 我们有恢复 那这一段里面 我想我们读过了之后 我们再回来 来看二十七节 我们就很容易就清楚了 保罗在二十七节说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配得过基督的福音 什么叫配得过基督的福音呢 最低的一个看法 以为配得过基督的福音 就是说 你是信主的人 你是要传福音的人 所以你不要发脾气 不要犯罪 不要大吵大闹 是重在道德的一面 但是我们读了这一段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印象 这里说的行事为人 比这个多得多了 高得多了 这里第一 当然是包括在道德上 我们不要犯罪 不要凭肉体活着 但是第二 也是指着 我们在造会里面 在圣徒们中间 我们能够有相调的观景 我们能够在一个灵里 我们能够在同魂的里面 我们没有什么分裂的情形 没有什么师徒好征的情形 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一个情形就是 你是那样的 你是那样的 那样的 一起努力 那样的 有活力 有动力 为着福音 在那里摆上 这三个加起来 照我领会的 才是一种情形 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能配得过 这个基督的福音 若是缺了这三个里面 任何一个 都是叫我们配不过基督的福音 换句话说 这个基督的福音 要有一种的情形 让我们跟他相配 我们一定要里头 满了新鲜的 活泼的 泼切的 那个福音的信 在我们的里面 那个东西啊 叫我们混万身家 叫我们不为自己合作 叫我们不为自己的前途 在那里顾虑什么 我们愿意说 我这一生 我这样信主 完全是为了主 这个福音 我愿意把主 见证给众人 我愿意把众人都带到 对主的认识里面 让他们能够得救 这一种的士气 这一种的空气啊 是叫我们和这个福音 能够相配 所有跟这个配不大起来的 那都不能够来 在这个二十七节上 能够照着保罗说的 都是配不过这个基督的福音的 你想是不是呢 如果一面 我们里面对基督的福音都知道 但是另一面 天天就是想发财 你可能你道德很好啊 但你心里 你所想望的 你的人生的童景 都是在这个地上的东西里头 你必定是配不过基督的福音 配不起来嘛 配不起来 我再说这个基督的福音 需要我们来相配的时候 有三个项目 一个是道德的一面 这是自然的 第二 我们北齿的同心配达 建造和谐 这个是第二个层 那第三呢 我们要满了那个动力 满了负担 满了福音里面的灵 这个东西 并且有个实际的行动 这一个加在一起 就叫我们行事为人 配得过基督的福音 不然的话 我们都是有欠缺的 那我们看自己 看整个造会 我必须承认 我们还是差了很多 这是求主怜悯我们 我只愿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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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